它自动会帮你开启两个页面 这个页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程式 Main Activity 所以预设的名称 Main Activity放在这边 那它会有一个浏览 就是专案浏览器的模式 预设是Enjoy 那你也可以切换到其他模式 预设是这一个 那里面的话 它基本上会把那个 我们的程式都放在 有一个目录里面叫Java 这个目录里面放程式 那这个目录里面放其他的相关的resource 其实RES就是resource 相关的resource 那其中有一个是layout 这个layout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画面 或者是说我们跟画面有关系的东西 都放在这个目录底下 那我预设它会在这个位置 如果你将来不小心关掉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再到这个Main Activity里面去做 那我是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 你在做这个app之前 一定要先把画面先确定下来 UI部分先确定 再撰写程式 那个流程 尽量不要颠倒 否则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尤其是你那个 做完画面之后 记得一定要存档 因为如果没有存档的话 它不会帮你在 那个R 大R的那个资源档里面 做一个 那个ID 一个ID的数字 那个数字部分没有产生的话 那将来你在 在程式端就会找不到 就会变成红色的 所以之前有同学就是 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先把我们的画面 我释放RES里面的这个Layout 所以以后如果你不小心关掉 那你可以再到Layout底下找到它 那当然未来 你因为你程式会越写越复杂 可能画面不止一个的话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Layout上面 你可以按下滑鼠右键 右键之后都会有个New New的话你可以找到New的XML 它这边有个叫Layout的XML 你也可以再去产生第二个画面 第三个画面 你可以产生很多个画面 在这上面 那这个画面呢 会被启动 主要是透过那个Activity 去帮你把它载入 所以第一个 你们先把那个画面先建立起来 它名称叫ActivityMan DNXML 一定是XML 所以讲过 它的版型 就是那底下的Layout 这个地方有那个原件 这个主要是让它做排版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做出来的样子 大概就长 假设长这样子 这个长这样的 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特别注意第一个 在任何的那个画面本身 它都会有一个底层的一个版型 那我们这个地方 Android Studio预设是Relative Layout Relative 这个Relative Layout 我现在是已经改成Linear 那这个Relative Layout 顾名思义 它是一个relate 就是关联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放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必须要跟着它 或者跟着什么边界等等的 你会有一个关联性 那它当然希望说 用Relative去控制的好处 就是说 在不同的device 不同的那个手机 或者是说平板 它也可以看到 类似的画面 因为Android的缺点是 它的装置太多 device太多了 所以不知道 大或不知道小 那怎么办 只好透过Relative 就自动去调整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想法 我是觉得 倒不一定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 其实如果你刚学习的时候 用Relative Layout 真的是很麻烦 为什么 很容易跑掉 所以我建议 前面几个范例 建议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Linear Layout Linear 有没有 前面差别是Linear 这个Linear意思是线性的 那线性的话 它有分两个 一个叫Vertical 一个叫Honironto 那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看前面的图 就知道了 一个是垂直的嘛 由上到下 有没有 由上到 因为板型 然后你要怎么放 它会由上到下放 那另外一个是Honironto 是水平的 这个方向 那可以用它来做排版 比如说你垂直的 就一直往下放 但是如果你要放水平的 放两个的话 那你可以先放一个 那个Linear Layout 的Honironto 再把两个元件放过来 它就会帮你做排版 左右就可以放了 比如说像这边 各位可以看到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 假如这边已经有一个 英里 然后呢 输入的那个Editas 我们是放在下面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把它放在它的旁边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 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Honironto的版型 先放过来之后 再去做排版 OK 这个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预设的 假设我今天需要的是 几个 就是第一个 上面先放个什么 放一个Editas 所以你可以透过 VG里面的那个 字的大小 你可以自己去调 你会发现 VG里面有TestView 你可以拉一个大的好了 它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的话呢 再去修改什么 修改它的上面的名称 特别是哦 一样的方式跟Honironto的一样 那修改方法 点击它啦 你可以在底下找到两个 第一个是ID ID部分的话呢 我把它改一个名称 叫TST 这个Miner好了 这个名称 那第一个是改这个 TST的Miner是指它 这个名称ID呢 将来会给那个 我们的MainActivity 控制的时候 可以找得到 透过ID的部分 再来上面显示的是什么 英里两个字 显示的文字是在这里 就是Test 英里冒号 所以把英里冒号打上去 去 这个这个 我们属性里面 Property这里面 再来的话呢 颜色改一下 那这个TestColor 我们如果要改成绿色的话 你可以有几个方法啦 旁边有个小按钮 其实你可以点击去选择 有没有 它这边会跳出来 或者是说你干脆直接在这边打 前面一个警字号 这个有点像网页 如果你以前有写过网页 应该是 警字号如果是绿色的话 那就是00 这个是RGB FF 00 OK 那就是RGB 那因为16进位字 所以0到9 A到F 16进位 那因为 前面红色没有 绿色全部 蓝色没有 那就是绿色的意思啦 OK 你可以透过这个 应该就是这个不陌生吧 如果你 就是任何地方都会 或者是你可以从这边点选 也可以去找到颜色 那除了说你可以用那个 就是RGB之外 在它内建也支援所谓的A ARGB 有没有多一个A 就是说你可以再多一组数字 就是变成本来6MT 然后6位数字 你可以变8位数字 多一个A 那这个A的话指的是α α指的是那个它的所谓的透明度啦 如果你给它最大 它就是完全不透明 如果给它一个半透明的话 那就是可能是125之类的 你如果打EA5 那个字就变半透明的 OK 会有个ARGB的一个设定 或甚至你可以去改啦 其实它这边新的版本 在Eclipse里面没有这些东西 它会自动给你一些 已经预设好的一些样板 也就是这些样板是一个常数 对应到的也是一组什么 一组数字 你也可以用选的 OK 那当然看个人习惯 那比如说我现在 假设给它一个绿色啦 也许你就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加上去 那其他方式 我想自己再去试试看 反正加颜色有好几种方法 最基本的是这个 跟网页差不多 那字的大小的话 假设我们是20好了 那特别最后面要给个单位哦 单位部分的话 至少有两种 第一种是DP DP的话呢 就是DPI 就是DOT 我们的点 per inch 那这个DPI是指的是绝对式的 绝对式DPI 就是它画面上面 反正几个点 它就照这个点去算 那SP是后来衍生出来 因为SP呢 有的时候DP 你的画面解析度 每一只手机的 或者装置都不一样 所以呢 会因为这样会大小不一 所以它有个SP SP是相对的 相对的点 所以它把它算成一样 反正显示出来 就不会差异太大 所以建议是用SP SP这个单位 这个一定要加 如果你没加 程式一定会发生错误 插这个都不行 那字大小 你可以自己再去调整大小 OK 你也可以试一下 30 稍微大一点 OK 好 再来的话呢 在第一个就是说 你可以先拖拉一个什么 一个Test View 假设这个Test View 拖拉过来 修改 总共会有四个吧 总共 ID Test Color 跟Size OK 改完了 不过这个它基本上 ID不改 没关系 因为它好像装饰 所以用不到 OK 那所以最主要是下面三个 再来的话就是在底下 让使用者输入 那输入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 我们的输入 Editas的部分 Editas其实呢 它是放在这个叫什么 Test View 里面 这个Test View 就是你可以输入的 上面Test View 是唯读的 就是显示 只能读取 不能输入 那如果你要输入 像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它上面就会有一个 你要输入的是 哪一种资料形态 那如果是英里的话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Lumber 有没有 我们是输入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所以你把这个Lumber拖拉过来 改成那个什么 就是把它拖拉过来 放在这边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Lumber的一个 可以让它 将来它会在 显示的时候呢 如果使用者游标放进来 它会去侦测说 这个是选的是哪一种 类型的 这个Editas Test View 那它就会选择 对应的键盘 所以特别主要 如果说你今天呢 选了这个 它就底下会出现 数字的键盘 那底下还有一个什么 这边有个什么 Single 这个指的是 有没有小数点 整数 这个是整数 Dissimo是整数 Single是小数点 如果说你那个 是有小数点的话 你就选上面这一个 没有小数点 整数的话是选这一个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选Lumber就好了 那其他还有不同的 比如说像输入 纯文字 名字 这个Password等等的 那你可以针对你不同的需要 去拖拉 那其实主要它变更的哪一个属性 主要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那个好 我记得好像它里面 是去变更 有一个叫做是它的那个 它的一个 这个Input Type 主要是 当你拖拉完之后 还是可以再变更 它这边有个叫Input 主要这个地方 差别主要是这个 这个属性 叫Input Type Input Type呢 就会是一个Lumber 所以如果将来你要变更的话 当然你还可以在这里面 而且它好像可以复选 这个我是没试过 一般是选其中一个 还是可以 假设我要变更 它有两个都可以选 那如果你把它打勾两个 它要怎么办呢 那这个可能你们试试看 因为这没有试过 Input Type这边可以在这里做变更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一些相关属性 你们把那个ID部分呢 改为我这个叫EDT Mile OK 然后Input Type 就是拖拉的时候都会显示 如果没有显示 你再自己再去增加 那其他的话呢 就不需要更改 OK 大概就是改两个属性 这两个而已 那接下来最后还有两个 一个是底下再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那个 这个放一个显示什么东西 那显示将来就是显示 把英里转换之后的结果嘛 所以这里的话 我是给它一个ID ID名称的话 我叫做TST KM 这个东西 将来把KM显示在这里 另外的话呢 看你的字 的color跟那个它的大小 也稍微把它改一下 也可以让它显示的时候 换个颜色 再加上个button button的话上面把TST改一下 改成转换 然后呢 ID部分的话呢 我把它取名叫 BTN的train 就是BTN是一个按钮 train的话就是我们转换 OK 那把这些都把它加上去之后 就把它做一个存档 它就会自动帮我在 我的resource档登录 有这些 这四个元件 OK 特别注意 然后 不过要特别注意 就是说 它预设的那个 预设的是relative layout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改成linear layout的话 其实是自己可以打上去 你可以把relative layout delete掉 然后打上什么 linear layout 把linear layout打上去 这个因为好像没有更简单 因为本来在Eclipse里面 可以change layout的功能 但是没有 所以没有的话呢 通常会直接在 存文字档里面去做修改 XML里面改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它切换到 你的test这里面 去做变更 当然看各位习惯 有的人 有的工程师 就不太喜欢用图形化 界面 因为你需要卷来卷去 有的工程师就干脆这样 干脆直接在那边打 可以啊 没有问题 你要自己加元件 你也可以投 比如说你要加一个testview 你就加一个testview 然后里面的ID是什么 里面它的名称是什么 然后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高要warp content 它要不要折航 高度多少宽度多少 颜色 有没有这边也有 然后size这边也有 有没有 你也可以自己在那边打上去啦 那无所谓 看个人习惯 那我的习惯是两边都用 哪边比较强就用哪一边啦 这个没有固定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去做 网路上我看国外的那个工程师 他们就是全部都用打的 他们用拖拉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边完成存档 存档之后等一下再来看我们man activity部分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画面先做出来 那也许后面会做一些变化 就是说 可以把那个干脆 英里下面那个输入啊 可以把它摆在 假设我要摆在的是 它的右边 不用再多一行 那这个当然 就需要排版 因为你直接拉上去 它没办法 它只是线性的 给试试看 谢谢大家